以下是真实空难发生前 乘客们所写的遗书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儿子一切都拜托你了 我的爱妻 有你的生活都很美妙 我们孩子长大一定会成才 我没料到那顿晚饭 竟会是我们的最后一餐 现在六点半 飞机打着转正在降落 我至今为止的人生真的很幸福 感谢你们 以上这些就发生在世界航空史上 死亡人数最多的单体空难 日航123航班空难 整场事故造成了520人死亡 事后日航维修经理麻布附勇 工程师靖田岛 以及一名波音公司的工程师 也全部因巨大的心理压力自杀 这场空难震惊了全世界 时至今日 只要聊起飞机安全事宜 日航123号航班 就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现在就让我们回到1985年 去回看高天圆山的那场大火 以及聆听520位灵魂的哀号 1985年8月12日 日本鱼兰盆节的前一天 鱼兰盆节就是中国的中原节 作为日本比较盛大的节日 日本政府会给民众一个州的假期 让所有人回乡几组 明天节日就要开始了 日本所有机场都进入了满负荷的运营状态 东京羽田机场也一样 后机厅站满了等待起飞的旅客 123号航班此刻 也在机场坐着起飞前的准备 这架波音747飞机 是当时最大的宽体客机 满载乘客509人 另有15名机组人员 他们的目的地是大阪一单机场 整场航行只有不到一个小时 是一个标准的短途飞行 但是机上的500多人怎么也想不到 这将是他们人生的最后一小时 这里介绍下本次飞行的三位飞行员 他们分别是机长高斌雅己 49岁的日航指导教官 资深机长 总飞行时间长达12000多个小时 副机长佐佐木有39岁 总飞行时间3900多个小时 正在进行机长升格培训 此外还有一个飞行工程师福田博伴飞 46岁的他是引擎部门的教官 也拥有98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整体来看 这是个经验丰富的优秀机组 晚上6点12分 飞机成功起飞 此时驾驶飞机的 是副机长佐佐木有 机长高斌雅己则坐在副机长位 进行指导并负责飞机通讯 在起飞了12分钟后 飞机爬升到了7300米的高度 此时一名乘客表示要去洗手间 机组经过确认后同意了他的离座申请 这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小插曲 但是直见乘客刚刚站起身 客舱内就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紧接着是激烈的气流窜进舱内 飞机立刻开始了不受控制的摇晃 驾驶舱的机长 此刻也听到了爆炸声 仪表板上 此刻也是警告灯四起 机长高斌雅己虽然尚不知道 飞机上出现了什么状况 但是还是发送了紧急代码回塔台 以寻求地面工作人员的帮助 接着高斌雅己解除了自动驾驶 副机长和半飞工程师 对飞机进行了系统的检查 好消息是只损坏了一个部分 坏消息是这个坏的部分是液压系统 确认状况后的高斌雅己机长 立刻做出了返回东京雨天机场的决定 因为飞机刚刚起飞才12分钟 雨天机场就在身后不远 这无疑是最快捷的降落方式 但是很快雨天机场就发现 123航班没有掉头 而是继续往前飞行 众人经过判断 认为应该是飞机的液压系统完全失效 飞机已经无法做出大角度转弯的动作 于是只能继续往前飞行 接着空管员改变了指令 要求机长飞往 前方120公里处的明古屋机场破降 然而高斌雅己机长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认为明古屋机场跑道太短 机组人员也不熟悉明古屋机场 破降风险太大 他还是想要返回东京机场 此时距离爆炸发生已经过去了7分钟 飞机的失控情况已经越来越严重 机组成员的镇定情绪也在逐渐崩塌 按照航空条例 机组人员应该全部说英语 但是此时机长副机长们 已经开始紧张地用日语对话了 又过了9分钟 飞机开始从富士山上空急速右转 因为液压系统的失灵 此时飞机起落架根本无法自动放下 机长决定降低飞机高度 利用重力拾起落架放下 飞机在降落到1800米高空后 起落架成功放下了 飞机也进入了平稳期 机组成员此刻甚至可以看到雨天机场 但乐观的情绪只维持了不到5分钟 突然飞机再次出现大幅度倾斜 紧接着就是无法控制的俯冲 正当所有人都震惊绝望之时 机长居然再次拉起了飞机 拉起角度之大 地面人员认为他们马上就要失速了 但是123航班的 机组人员居然再次稳住了飞机 此时距离爆炸发生 已经过去了25分钟 副机长建议打开飞机机 这样有助于维持稳定 但是液压系统的失灵 机翼打开的速度很慢 已经神经紧绷的机组成员 他们根本也没发现这个时候 左侧机翼展开的速度 要远比右侧机翼快 这就导致了飞机左侧产生的生力更大 于是乎 飞机又开始了向右倾解 因为机长前面为了打开起落架 强行降低了高度 此时飞机地面仅有1800米 空管员此时不停地呼叫机长 询问他飞机目前的情况 但是对讲机里 只能听到机长急促的呼吸声 没人能做出任何回应 又过了7分钟 132号航班终于失去了所有动力 开始摇摇荒荒地坠落 此时日本媒体早就赶到了 失势空域附近 电视台停放了所有节目 全部都在直播123航班最终的命运 但是没有奇迹发生 所有人也都回天乏术 终于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 132航班直直地撞向了群马县高天远山 当晚18点56分 也就是飞机发生爆炸后 过了32分钟 日航132航班 以6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撞到了山脊上 接着飞机完全解体爆炸 引发了剧烈的山火 机组死前喊出的最后一句话是 飞机已经不行了 空难发生24分钟后 一架美军C130运输机迅速从机场起飞 15分钟后 他们就确定了爆炸位置 并向日本政府方面紧急报告 此时的失势地点处在 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脊 这里不通人烟 也没有公布等现代设施 下方此刻又开始下雨 云雨密布的环境队 救援工作的展开十分不友好 直到失事发生了两个小时 日本的救援队 依旧没有到达事故现场 甚至附近的驻日美军 都已经按捺不住了 直接派出了一架直升机 载着一名通讯兵盒 一位医生起飞前往现场 美军认为 至少应该先建立现场通讯 并让医生在现场 进行紧急的诊疗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 此时日本政府方面强硬地回绝了美军的提议 并让他们立刻返回基地 日方给出的理由是 救援工作应当完全由日本自卫队负责 外界不应当插手 这时候 日本自卫队大森武士林上尉 带队的直升机救援队 终于到达了事故现场上空 大森上尉通过上方观察 发现客机已经分崩离析 整个高天原山都成了一片火海 而此时又加上夜黑风高雨季 大森尚未认为 已经不可能有人幸存 而且山区也不具备降落条件 他就这样驾驶着直升机又回去了 此时能依靠的只有地面救援力量了 而日本救援队 此刻已经进驻到了 距离坠积点60公里外的小村庄 但还是因为前面的理由 于是太大 山路泥泞 大家都认为没有幸存者了 救援队居然就停在了这里 不再向前推进了 而是进行了原地休整 休整就休整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9点救援队 才到达了事故现场 然而除了惨烈现场带给人的震撼 更令人吃惊的是 救援队居然发现了4名幸存者 他们分别是一名12岁的女孩 34岁的少妇和她8岁的女儿 以及26岁的空姐洛和尤美 事后洛和尤美回忆当时的惨况 她确定地说 当时飞机坠毁后 尚有众多的幸存者 当夜她的周围 全部都是受伤旅客的哀嚎 甚至她都能听到直升机 飞到附近的引擎声 但是居然没有人来救他们 许多乘客就是这样 死于了重伤不治 事故原因很快就确定了 整场空难的罪魁祸首出现在机尾部分 究其原因竟然是1974年 土耳其航班一架波音747飞机 也出现过类似的事故 接着波音的工程师便开始 对所有747型号飞机进行检修 而日航的这架失事飞机 在失事前唯一损坏的这部分 经过调查员调查发现 波音工程师使用了两块不连续结合板 一块板上面有一排锚钉 另一块上面却有两排 这就使得尾翼部分出现了硬力不平衡 只是其中一块结合板寿命大大降低 发生事故时已经超过了寿命上限 最终导致了机尾部分发生了爆炸 接着飞机液压管线 损毁飞机全面失控 而事后这个机组被追收了北极新疆 国际民航机构给优秀飞行员 颁发的最高荣誉 这也是少见的哪怕飞机失事了 机组依旧获得了这个荣誉的势力 表彰他们在飞机出现如此巨大问题后 依旧坚持了三十多分钟 责任确定后 日本政府将日航一级 波音公司二十名相关负责人告上了法庭 然而有关机构互相推诿 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承担 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最后整场事故责任最小的日航 只能以慰问金的形式赔偿了520名乘客 7.8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3600万 事后三位基层工作人员自杀谢罪平息民怨 虽然他们与整场空难而言 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自此日航的声誉一落千丈 订票量与日俱减 间接促进了日本新干线的快速发展 而波音公司也给所有旗下飞机的升降舵和下方向舵加装的液压法 以防止所有的液压装置失效后飞机失控 这场惊世骇促的空难 最终就以这种方式落幕 我相信看完这场空难的观众们 一定也会想到自己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麻烦 这些麻烦的诱因可能只是某一处的小细节 而更可怕的是 事故发生后补救措施的延后 会导致更加棘手的事情接踵而至 本来一个小问题 就这样发展成了大危机 请观众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发言 说下你在生活里遇到过 什么有小至大的工作事故 后面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最后想看更多离奇的空难事故 记得点击我的频道关注哦